大家好 我是狗文强 欢迎大家学习FSN运动康复体态调整课程 这节课为大家分享的是骨盆后倾姿态的运动康复方法 首先我们对骨盆后倾做一个了解 骨盆后倾还是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恰前上起跟持骨是在一条直线上 这条直线呢是垂直于我们的水平面的水平线 它是一条垂线 那么我们所说的骨盆后倾呢 就是整个骨盆相对于我们的骨骨呢 它向后做了旋转也就是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恰前上起呢 相对于持骨来讲 它是向后有了这样一个移动 那么我们从姿势中来观察呢 正常情况下是我们的姿势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骨盆后倾的姿势呢就是这个样子 相对于正常姿态来讲呢 我们骨盆后倾之后呢就会显得什么呢 显得臀部比较小 然后呢我们的腰背部的位置呢会向后突 也就是其实跟我们之前这个讲过姿态的一些带长一样 到我们整个骨盆的这个位置向后旋转的时候 实际上宽关节呢它是向前走了 这样的话呢上侧的骨关节要向后走 以维持人体的这个平衡 那么还有些带长呢会出现在我们颈部 往前探那会出现很多的带长 那么我们说认识完这个骨盆后倾的姿态之后呢 我们说它不良影响啊 第一个还是影响美观 因为骨盆后倾呢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看出来这个后后倾的人群 它臀部呢比较扁 而且从臀部一般呢都不会发力 这个臀部那扁了之后呢会显得第一个影响 就是腿比较粗啊 然后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感觉它的腰背呢是拖着的 那如果再有胜着就颈部前伸啊 显得这个姿态上呢就非常不好看啊 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影响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呃在这个很多骨盆后倾的人群中啊 它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久坐之后呢会感觉到尾骨的这个位置呢会有些疼痛 那这是因为我们恰骨跟这个底骨之间呢是有一定的活动度的 当我们骨盆往后旋转的时候 呃这个恰呃底骨相对于恰骨呢 它是会有一个向前的旋转 这样呢实际上这个尾骨的位置它是点头啊 点头所以呢尾骨相对相对正常来讲呢 它会向后微微的翘起一点点 那么久久坐之后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呢找了一个小尾巴啊 久坐之后这个位置就会有些疼痛 嗯这是第二个影响 那第三个影响呢跟我们骨盆前倾一样啊 就是我们的腰椎啊 到骨盆旋转之后呢腰椎的生理曲度会呃变直一些 整个追尖盘的这个压力呢也都是不均匀的 追尖盘的前侧压力较大 后侧压力较小 在这样的压力条件下呢会使我们的追尖盘的加速老化 并且呃有这个向后突出的这个风险啊 这个是我们对于骨盆后倾的一个姿态认知 以及它的不良影响 其实不良影响呢我们把它 归类起来呢就是这三个点 第一个呢影响美观啊 第二个呢是久坐围骨同 第三个是由追尖盘的压力增大啊 会有导致追尖盘突出的这个风险 好的下面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做骨盆后倾的运动康复 首先呢我们把这些缩短的肌群呢给它做一个松解和拉伸 首先是国生肌 国生肌呢能使我们骨盆后倾这个肌肉呢 在很多骨盆后倾的案例中呢它是比较缩短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泡沫轴啊 垫在我们大腿后侧国生肌的位置啊 就像我做的这样一个姿势 然后呢手臂轻轻的下压大腿啊 在这个泡沫轴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来回的滚动啊 从坐骨节节的位置 也就是最上方往这个膝关节的后侧啊 膝窝的位置呢 不断的移动去用泡沫轴去滚动 这个滚动的时间呢 我们保持在一条腿啊 一条腿呢保持在三到五分钟 那三到五分钟 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训练 泡沫轴的训练 第二个训练 我们做的呢是 这个腹部肌群的拉伸 腹部肌群在这个骨盆后倾的案例中呢 它也是比较缩短的一些肌群啊 所以我们用一个眼镜舌拉伸 腹位之后呢 双肘啊 放置于我们的肩的正下方 同时呢 我们慢慢的抬头 然后将身体呢 推起来 这时候呢 如果感觉到腹部有拉伸感啊 我们再返回 这个动作呢 我们动态的做二十次 做四组 当我们做到这个拉伸的这个强度 如果不是很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手推起来增大这个难度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训练 第三个训练呢 是我们针对下背部肌群的这个强化 把它 把这个下背部的这个竖脊脊啊 给它练发达之后呢 让它来维持我们的人体的姿态 我们在腹卧位 保持 宽关节以下不动 然后呢 双手啊 置于前额 然后呢 我们竖体级发力 将身体微微拉起 那这个动作 我们做四组 每组做十五次 好 下面呢 是第四个训练 第四个训练呢 我们做腹卧位的宽伸 当我们腹卧位之后呢 还是同样双手啊 置于前额 保持上半身呢 不动 宽关节以下呢 我们把腿伸直之后呢 往上抬 抬起来的这个角度呢 是大腿面 刚刚离开床面 我们可以尝试 两条腿先去做 如果两条腿 感觉难度很大的话 我们可以做单腿 这个呢 我们做四组 每组做十五次 好 再来看第五个训练 针对这个 能使宽 能使我们的骨盆 往前旋转的宽 曲肌群进行训练 我们仰卧位 仰卧位之后呢 一条腿曲宽曲膝 踩在垫面上 然后身体保持直立 不动的情况下 也就是宽关节以上 整个身体维持静止 然后吸气准备 呼气的时候呢 把这条腿慢慢的抬起来 抬起来的这个角度呢 我们在六十度到七十度 宽关节区区的角度 保持在这个角度 然后呢 再缓慢下放 下放到脚跟刚刚接触到垫面 再重复这个动作 动作呢 单侧做二十次 做四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骨盆后倾的 移动康复调整方法 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